台北市这一个非常特别的都更案 一般都更案想要过关 动辄要花十年以上 要住户百分百同意更是难上加难 不过台北市水源路上就有住户是自主都更 花了九年的时间游说沟通 一百七十多户终于是百分百同意 没有找建商还能够一瓶换两瓶 成为台北市的首例 水源路上一百多户老旧住宅 屋龄五十年全靠住户自主都更 现在百分百同意通关 成为台北市第一例 斑驳墙面破裂水管 连地面都出现裂痕 这里每户平均只有八到十瓶 自主都更花了九年 住户大探好不容易 我们都很高兴啊 有亲房子住最好了 很高兴啊 这里被指定为都更策略区域 容积奖励两倍 等于一瓶换两瓶 十三点七亿的新建费 平均每户分摊六百万到一千万 向银行融资 比你现在住了八瓶还好吧 我就这样跟住 大家都一直这样跟住 这样沟通 仔细比较都更前178户 都更后170户住宅 五户店铺 每户从10坪内变成18到30坪 回住率高达9成8 今年六月动工 预计三年后完工 他们少了实施者跟他分配 实施者就是自己 自己就是老板 是我们智力更新的一个 很好的典范 专家指出通常都更会卡在利益分配谈不拢 这回百分百同意 成功关键 除了住户互信 人情位 还有原地原位分配 加上容积奖利少 建商无利可图 整合非常的不简单 非常困难 你要一百多户 你要一户一户 要说服他们 不靠建商 住户自主都更通关 首开先例 社区老屋也能变新宅 东森采集新闻 陈迅如黄福祥台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